5月27号,香港工会联合会联同行业工友召开称国安立法记者会。 会上,工友们讲述了黑豹对香港各行各业带来的沉重打击和负面影响, 并强烈表达对尽快落实涉港国安法的期望。 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出最新数据, 去年6月以来的修例风波及暴力事件重挫香港零售旅游及饮食三大龙头行业, 令香港经济收益减少近1200亿元。 对此,香港工联会副会长唐恩尧表示, 强烈支持涉港国安立法,并希望能尽快在香港实施。 工联会是坚决支持全国人大制定健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的机制。 目的是堕塞法律的漏洞, 保国互港,止暴制乱,恢复经济,保障公有的繁环。 香港工联会副理事长梁芳原指, 整个旅游业方面萧条环境, 不止与今年的疫情有关, 更大部分是受黑豹影响。 旅游业受到影响后引发骨牌效应, 若黑豹持续下去,香港经济难以起死回生。 黑豹带给旅游业是行业停顿, 效益锐减, 而带给香港保安业的却是实实在在的黑色恐怖。 国安法就希望不会有这些事件再发生。 香港工联会全议委员会副主任邓家彪说, 从工联会各区接站收集香港市民对涉港国安法的支持签名来看, 反映正面良性, 香港主流社会全力支持国家落实涉港国安法。 香港主流社会普通市民、普通人是全力支持国家安全立法, 越化越好,越全面越好。 这个也是我们在街头里面听到、看到市民是扶老、悔、幼去签名的。 我们每天工联会自己都最少一百个街站, 得到的反应都是正面良性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